第一章寻证医学 什么是寻证医学? 就是遵循证据的医学 什么是经验医学? 就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经验 师父用这个药治疗这个病,有效 他就把这个经验传给徒弟,徒弟以后也这么治 而寻证医学对此是不信任的,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足够证据去证明 你只有单个的病例,并没有足够多的客观的临床证明 你用这个药治这个病,有效率是多少? 治愈率是多少? 不良反应有多少? 你没有完整的临床记录,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寻证医学一直觉得经验医学是不靠谱的 因为你传承下来的经验,万一要是错了,怎么办? 所以必须要通过他们的临床论证,找到足够证据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那么多需要 研究所可见研究中医药的原因 包间内 许阳微微一笑 寻证医学 喝,所以你给依依用麻性式肝汤和银翘散 就是因为这两个药通过了寻证医学 刘景宁微微一证,然后她点头 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两个药都有很好的疗效 尤其是在甲型流感的治疗上 它的效果比奥斯塔威还要好 这都是由寻证医学做支撑的 刘景宁说的这个,许阳知道 甲流,甲型流感H1N1 有孩子的家长应该都有印象 几年前甲流肆虐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抢特效药 奥斯塔威 俗生达菲 当时抢的多地断货 价格被炒到了七八百一盒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除了西奥特效药达菲之外 中药也有特效药 而且做成了中程药上市销售了 这个药叫做金花清感颗粒 这个药就是用麻性式肝汤盒 银翘散加剪之后做出来的 而这个药是由寻证医学做支撑的 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 翻译过来叫内科学年鉴 有西医医学背景的人 应该知道这个期刊到底有多么权威了 这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几个医学杂志之一 而且在内科学领域 这个杂志被公认为是最权威的第一刊 它在八月份刊登了我们国内专家做的 对甲瘤治疗的临床研究 用的就是寻证医学的办法 他们找了410个轻型甲瘤患者 随即分成了4组 对照组 达菲组 中药组 中药加达菲组 对照组是不用药的 他们的发热时间是26个小时 达菲组是20个小时 中药组是16个小时 而中药加达菲组是15个小时 这里的中药就是麻性式肝汤和银翘散加剪 它的疗效比达菲强很多 优势非常明显 所以国内马上就批准生产了 也就是忠诚要进化轻感颗粒 所以去抢达菲 还不如抢这个呢 这就是寻证医学 很科学 有足够的临床实验座支撑 有对照 有对比 有实验数据 也有理论指导 这个结果 西医是承认的 所以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挺大的 因为那科学年间太权威了 但是国内却没几个人知道 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药 中医对呼吸科疾病 尤其是对呼吸科 实验的诊治是非常擅长的 居然还有人说 中医抗疫是在添乱 你们真的是对力量一无所知啊 许阳对刘景宁道 这事我知道 这是一出 国内研究中药的热情就更高了 大把大把的金钱洒下去 可却没有几个中药 能通过寻证医学论证的 刘景宁点了点头 其实这也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许阳道 我对寻证医学没有意见 对经验的质疑是有必要的 是应该要找足够证据来证明疗效 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 刘景宁一愣 他没想到许阳居然这么推崇寻证医学 他以为他会贬斥他的 许阳则道 不用这么惊讶 寻证医学是个好东西 中医也应该用 但他在中医这里却出现了偏差 刘景宁又是一愣 什么偏差 许阳道 那你知道为什么麻性是肝汤和银撬散 能治疗甲型流感吗 刘景宁答道 实验表明 它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 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它能有效清热解毒 宣废透血 错 刘景宁一证 许阳道 是因为甲流为风热犯表症 是热症 你用新凉截表 当然是有效的 你用这个要去治一一 为什么没治好 因为它是风寒犯表 我把一一治好了 它是腺病毒肺炎吧 我见效很快吧 按照寻症医学的思路 那就应该找一堆腺病毒肺炎的患者来 随机分类 分成几个组 其中一组用我前面开的药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几个人是有效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办法保证 所有患者的情况都跟一一一样 我说的是中医变证病机 不是腺病毒肺炎 我不会治腺病毒肺炎 我治的中医变证的病 它是风寒术表 有贵枝汤症 又有喘症 所以我用贵枝加厚谱性子汤 你得找符合这个条件的来啊 刘景宁有些症症出神 又有些恍惚 许阳又道 我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前段时间我治好了一个常年口腔溃疡的患者 他是脾胃虚寒 土不复活 我用了李中汤 见效很快 后续我给他开了父子李中丸巩固 按照道理来说 我是用李中汤把口腔溃疡治好的 那要证明李中汤对口疮有效的话 是不是得找一大批口疮患者来用这个要验证临床效果 我告诉你 不会有用的 为什么 中医是治症的 不是治症的 你不能拿着口腔溃疡来对李中汤啊 造成口腔溃疡的情况太多了 李中汤是致脾胃虚寒的 你要证明它有效 就应该要找一批脾胃虚寒的患者过来 做临床实验对照 但是他们会告诉你 不好意思 现代医学不承认脾胃虚寒这个概念 什么虚寒 找不到啊 证明不了啊 你都否认我理论了 然后还让我怎么证明 我说李中汤是治脾胃虚寒的 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不存在脾胃虚寒 请你另外证明 你让我怎么办 这就是最典型的非医验药 全盘否定中医的理论 然后按照西医那一套来验药 能验出结果吗 就算我们自己花钱 去研究脾胃虚寒和李中汤的关系 好 结果出来了 他们是不会认可的 权威医学期刊更不会接受 我告诉你 碰上甲刘氏运气好 因为人家的病症单一 全是热症 所以不是中药无效 你不懂中医理论怎么用中药啊 你要练一套绝世剑法 结果你说剑谱不科学 反而满脑子装了机关枪的射击技巧 怎么着 你打算用长剑挥舞出两点一线点射扫射 刘景宁被镇住了 半少说不出话来 许杨微微叹息了一声 他看着刘景宁说道 机关枪射击理论是指导不了剑术的 你要理报告看得越多 现代理论对中医的解析看得越多 你就越没办法用中药治病 张晓彤先生你知道吧 他在BJ开了个纯中医的诊所 这里面的中医都很厉害 他就说他们诊所隔三差五就会上演医学史上的奇迹 有很多病西医没治好的 却在他们那儿治好了 不过就算你治好了 西医也是不承认的 因为单个的治愈病例 没有寻证医学做支撑 原因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也无所谓了 无非都是治病救人罢了 但是你想用中医救人 你就必须要有中医思维 你想用西医救人 就必须要做一个正经西医 西医当然也很厉害 他们也能治好许多我们中医治不好的病 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不同才会精彩的 而你这种强行结合不是更强了 而是更差了 你是在消灭中医 消灭这种因为不同而产生的优势 我不会劝你如何如何 但你心中要有数 我只能说到这儿 我不会强迫你做纯中医 虽然这对我很有好处 许阳点了点头 他道 严禁于此 饭我就不吃了 告辞了 刘医生 说完 许阳拿上自己的包 转身出了门 刘景宁则是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 心中一片茫然 许阳走到了外面 深深地呼吸几口 然后长长地吐出来 虽说他很想要系统的奖励 但是他不能改变自己做人的准则 第72章 辞行 许阳是从正规的中医大学毕业的 中医大学所有的中医专业 都有近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西医的 所有许阳也有西化的问题 但是在系统里的那些年 许阳越是临床 越是能发现纯中医的优势 尤其他师父前老一直帮他归着 前老也是几代家传的真中医 所以许阳和刘明达都走上了纯中医的道路 越走两个人也越出色 在系统里的那些年 两个人都成了专家 甚至现在的刘明达教授 更是成了名满天下的大国手了 所以许阳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他越走就越是坚定 回去之后 许阳看了霍尔书就疲惫地睡去了 这一天 他太累了 一日天明 起床上班 到了明星堂 许阳见到了张克 许阳鼻子都张得跟周杰一样大了 他是真想骂张可 这女人搞得什么鬼 张可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嘿嘿嘿 你看 张可献保时的拿出手机 举在许阳面前 什么 许阳中没看去 是B户APP 这上面全是张可跟中医黑的骂战 许阳接过来翻了几页 战况非常惨烈 粗粗一看 好几千条 你 许阳顿时一正 张可揉了揉自己能跟熊猫攀亲戚的眼睛 又打了个哈欠 她说道 这不是你交代我的事吗 看我完成的怎么样 这话一出 许阳心中万般火气都洒不出来了 算了 下不为例 许阳真有些无奈了 嘿嘿 放心 没下次了 张可说 许阳摇摇头 坐下来道 以后早点睡 知道了 张可答应一声 许阳看自己的系统数据 离着第三次跟试还有五年时间 张可的战斗力很强悍 已经帮她消掉一半了 要是没有张可 她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去完成系统任务 人家为了自己的事 这么提名熬夜 自己也不好过多责备人家 许阳无奈的摇摇头 再看那条帮助刘景宁重回中医之路的任务 一直没有显示完成 可能是刘景宁还是不肯回来吧 人个有志 不可抢求 许阳还是过自己的日子 走自己的路 她每天还是一样 白天认真治病 晚上认真看书学习 过着半日医 半日书的生活 又过了几日 明星堂的生意挺稳定的 按照现在这样的情况 明星堂应该是能止住亏损的 能经营下去的 张可也终于放下心来 张可这几日也在到处对中医黑 但是许阳收到的系统加速包 确实越来越少了 不是张可不给力 而是不能一招先吃变天 现在还有四年的缓冲时间 恐怕还要想别的有效宣传办法 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许阳已经不再管刘景宁了 只是系统的任务却还没有撤销 也没有显示失败 这让许阳有些困惑 又是一日 许阳刚诊好一个病人 门口来了一个人 是刘景宁 许阳有些错愕 这才几天没见 刘景宁憔悴了很多 她瘦了很多 脸上也都是疲惫的眷容 但是她的神态却是非常平静 张可和宋强也是一愣 刘医生 你 这是 许阳有些错愕 刘景宁露出了笑容 可脸上却是显得更加憔悴了 她道 许医生 我是来跟你辞行的 许阳一正 啊 刘景宁微笑着说 我要去BJ了 她微微叹了一口气 神情有些惆怅 她说 我还是很困惑 我还是迷茫 我也还是不懂 只是我不想继续这样困惑下去了 我打算出去找答案了 我以前去过不少中医院进修 但是我没有找到答案 我想去找真中医解惑 就去张小彤先生那儿 我知道我这样的医生 肯定进不了这样的诊所 但是我愿意从学徒干起 许阳正住了 她说 可是 你马上就要升任副主任了 刘景宁摇头笑了笑 这条路我走了半辈子了 越走越是困惑 我曾经以为我错不起 有太多东西 是我不舍得放下的 我也斗争了很久 我明明可以在中医院过得很好 明明大家都是这样的 明明我们都是合理合法的 我为什么要放弃 我拥有的这一切 去解什么心中的困惑 所以你看我这段时间的样子 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确实不太好看 也不太体面 刘景宁呵呵笑了笑 她又说 我本来都打算放弃了 可是昨天有个患者来找我 我对她印象很深 她是我刚进医院不久就治的病人 巧的是 她也实现病毒肺炎 那时候她才这么点大呢 我用中药把她治好了 所以她们全家都很信任我 后来生病了也都是挂我的门诊 我可以说是看着她长大的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长大了 现在要结婚了 她来给我送喜体 她说要带她的妻子一起 谢谢我这个救命恩人 说着说着 刘景宁大声叹了一下 又自嘲地笑了笑 她道 那一刻 我明白了 什么名啊 什么力啊 我是一个医生啊 我最初学医就是想着治病救人 而不是求名求利 我现在对自己的医术有了迷茫和困惑 我竟然为了现有名利而故意装糊涂 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吗 我刘景宁行医至今 从来没有对患者不负责任过 难道从此以后我要昧着自己的良心和医德吗 所以我下了决心 刘景宁认真地看着许阳 我虽然还是无法完全接受你说的那套纯中医理论 但是我会去看看什么是真中医 我想解开心中的疑惑 我想知道到底是谁错了 也许很快我就会回来 也许会需要几年 也许会更久 但我不会后悔 只是可能没办法参加那小子的婚礼了 刘景宁低下了头 然后她又抬起头 看着许阳 她认真地说道 许医生 谢谢你 刘景宁转身走了 她挥了挥手 走得不是很潇洒 许阳望着她的背影 神色有些复杂 她一直凝望刘景宁离去的背影 直到她消失在拐角 许阳也没出声叫她 直到她消失了 许阳却还在看着这条路 看了很久 第一 任务完成 获得特殊奖励 奖励开放医术练习是脉诊 第73章 梁氏卖诊法 虽然完成了系统的任务 但是许阳内心却兴奋不起来 甚至还有些淡淡的忧伤 刘景宁来跟许阳告别之后 许阳一整天都有些闷闷不乐 张可和宋强都看出许阳的情绪不对了 两人也没敢去打扰她 到了下班的时候 许阳收拾好东西 回家 先吃了一点晚饭 许阳又坐着发了一会儿呆 她很少发呆 她总是觉得有发呆 这时间还不如多看一些医书 多学一些医案呢 但是现在 她却发了半个多小时的呆 在这段时间里 她脑子是完全放空的 没有任何东西 就像是呆滞了一般 这是正经的发呆 等她慢慢回过神来 脸上多了一份惆怅 她微微叹息了一声 许阳站起来去洗了一把脸 回来坐好 长长地吐出几口气 振奋了精神 才点开系统 使用自己的奖励 眼前画面转换 许阳又来到了那间熟悉的医术练习室 上次她就是在这间练习室里 跟着诚老学习针灸之术 没日没夜 不知寒暑 练到精神都崩溃许多次 才终于将自己的针灸之术 提升到了省级专家的水平 现在她又回来了 这房间里另外还站着两个人 只不过这次诚老就不在了 那个面无表情的工具人还在 而另外一个人 许阳同志你好 我叫梁秀卿 接下来由我来教授你 粮食卖诊法的基础 你可以叫我梁老师 这一回 许阳就没之前那么惊讶了 不是说梁老的卖诊不厉害 而是系统每次安排的都很高端 这次说要学习卖诊之术 许阳就猜到八成是要学梁氏卖诊法了 梁老师真真正正掌握中医卖诊精华的人 他用的是他们家祖传的梁氏卖诊法 梁家是九代行医 家学深厚 这种有家传的中医都很厉害 所以古代一直有句话叫做一不三是 不服其药 你家没有三代行医 患者都不放心吃你的药 像这种九代行医的就更厉害了 而梁家最负盛名的就是梁氏卖诊法了 梁老每次诊断病人的时候 他都是在本子上 先画好人体的五脏六幅检掠图 一边诊脉 一边在图上简单标注几下 他从来都是不许病人先说话的 他都是先诊脉 诊完之后 再问病人是不是这个症状 从来没有不准过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卖诊的自信 所以认识梁老的人都会说他有一双透视眼 没有什么病能在他的面前藏匿起来 梁老致癌症是很出名的 他凭借这一手脉诊 就能说出病人的肿瘤长在什么部位 大概的大小尺寸 良性或者恶性 一般这种诊断都是需要依靠西医检测的 通过CT等医器观察肿瘤的部位大小等 然后活体取样检测良性恶性 而梁老仅凭几根手指就能做到 震惊了所有来诊的患者 不过也有某 我不好意思说名字的 中医名家曾评价良老的用药之术称不上顶尖 但论及卖诊之术 天下无人不服 中医有四诊 望闻问切 前三种都是有可能出现虚假症状的 有时候明明是寒症 但是人家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热症 甚至连舌相有些时候都不是那么准确 唯一准确不骗人的就是卖诊 这就是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助你破开重重迷雾的一把利刃 孙四秒增云 复麦者 一只大夜也 既不深究其道 何以为医灾 内经也云 门和色麦 可以万全 所以真正的临床高手 都是以麦诊为根本的 然后参考其他急诊的结论 相互印证 四诊和参 编诊论治 无拘通增云 四诊之法 为麦最难 亦为麦最可评也 麦诊是最难掌握的 但也是中医诊断之法里面最核心的依据 而梁老就是一个不用病家开口 就知病情根由的真中医 能学习大名鼎鼎的梁诊法 尽管是基础 但许阳的内心也还是很激动的 梁老开始教授许阳诊麦 他先让许阳在工具人身上诊治一番 一上手 梁老就忍不住摇头 你的基础太差了 许阳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他麦诊基础是在学校里打的 那能有啥基础 后来在系统里的那些年跟着前老慢慢学习 麦诊也渐渐掌握了 到现在来说 治病勉强能用 四诊和餐之下 也极少会误诊 凭的不是自己只下功夫的高超 而是自己足够谨慎和细心 不过就他这两下子 在不用病家开口 就知来龙去脉的梁老面前 就显得很不够瞧了 梁老微微一笑 宽慰道 不用着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基础可以慢慢打 梁氏卖诊法 没有别的秘密 唯一的秘密就是基础 你的基础打的能有多劳 你将来卖诊的成就就能有多高 这里有最得天独厚的环境 希望你能耐得住寂寞 能静得下心来 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吧 南京云 初持卖 如三书之众 与皮毛相得者 肺不也 如六书之众 与血脉相得者 心不也 如九书之众 与肌肉相得者 皮不也 如十二书之众 与金瓶者 肝不也 按知智骨 举止来急者 肾不也 要想学脉诊 必须要从学沾豆子开始 指下的力度只要控制准确 诊断脉相的时候 心中就有数了 人一呼脉形三寸 一吸脉形三寸 呼吸顶吸 脉形六寸 人一日一夜 凡一万三千五百吸 脉形五十度周余身 一呼一吸之间 脉形六寸 只要你有足够精准的指力 再学会判断计算呼吸脉形之法 诊一个周天下来 患者身上有何疾病 自然指下显然 心中有数 所以诊脉需要细致 可不能像有些医生那样 粗粗诊完脉相就好了 粗粗诊完 自然用时很短 可要细致了 时间就长了 说来简单 做起来可相当不易 粮食脉诊法 是以南京脉诊法为依据的 你记住 千万不要轻视古中医的四大经典 因为那才是中医真正的根本 这次教你的是基础课程 我只会教你最基础的东西 不教如何辨别脉症 教你有三 一是练习指力 二是判断脉形之法 三是掌握四级平脉 先从练习指力开始吧 梁老话音落下 这桌子上便出现了一把颗粒匀称的豆子 还有一个天平称 梁老放了三颗豆子在天平另外一端 是以许阳用手指压另外一端 他笑了笑道 现在这种仪器倒是便捷 我们以前可全是沾着豆子学的 可疏为不易 许阳吐出一口气 这堂课他学的是基础 想达到梁老那种断脉如神的境界是不可能的 但只要基础打得足够牢靠 那他卖诊的水平就会大幅提升 以后在诊治病人的时候 误诊的概率就会小太多了 许知 行医者最怕的就是误诊啊 许阳平心静气 伸出手指轻轻按了上去 可却极难达到真正的平衡 这一刻 许阳才发现 对身体力道的精准掌控居然这么难 他问 梁老师 暴妹问一句 您学沾豆子用了多久 梁老微微一笑道 单恋沾豆子就用了三年 而巩固则用了一生 第七十四章 四季平脉 中医院后的一家饭店外面的街上 有个年轻人在撒酒疯 混蛋 这人就是个王八蛋 徐元只签骂地 旁边人赶紧拦他 徐元醉得满脸通红 粗着声音嘛 我就是不服 我就是不爽 凭什么呀 刘老师那么好的人 在医院里勤勤恳恳几十年 医德那么好 医术也那么好 这是多好的一个人啊 他就是一直不懂去跑关系 所以拖到现在财生副主任 要不早当主任了 好了 眼看要熬出头了 他又被人忽悠瘸了 那小子是什么狗屁啊 中西医结合怎么就不行了 他算老几啊 那些明中医也没水敢这样说 我师父是不是中将头了 被这小子忽悠成这样 我真的是火大 旁边人赶紧劝 好了 别生气了 大庭广众呢 徐元醉熏熏地大喊 我凭什么不生气 我要去找那混蛋打一架 说完 徐元亮亮呛呛往前跑 其他人又赶紧拦 而许阳则还在系统内练习脉枕之法 不知过了多久 得亏是在医术练习室里 在外面 许阳真的能练疯掉 难怪内经上会说 吃脉者都要须尽为宝 不静下心来 能锤炼出脉枕的水平吗 能枕出真实的脉象吗 许阳也不知道练了多久 直到他后来 能非常轻易且精准地控制自己力量的时候 梁老终于认可了他的基础 然后就是学呼吸静脉 判断脉型周天的位置 又不知过了多久 许阳才通过了第二项基础 最后一项是诊四季平脉 通常来说 脉象平者无病也 但在四个季节里 有些平时是病脉的 但在季节里却是平脉的特殊脉象 分别是春贤 夏红 秋毛 福脉 东石 尘脉 梁老道 这些脉象放在季节里 可以不为病脉 但若是病在此处 也会是这个脉象 所以你要学会诊断四季平脉 起无脉意 才能学会诊病脉 人生与天地自然之间 人之所以生病也 无非是内因或者外感所致 所谓外感为致病 六因外邪皆是自然天地使人生病 天地使人生病 其解药也藏在天地之中 这就是中药要性都有偏差的原因 以偏就偏 这就是中医和中药最根本的治病道理 要学会诊四季平脉 就要体悟四季 体悟天地自然 我年少学脉之时 我父亲不让我诊人之脉 而是让我先摸河水 春日 绑一根绳子于河流之中 河流犹如人之脉也 让我在春日摸河水 诊绳子 体悟春贤之意 夏日 顶酷暑烈日 伸手摸浩荡河水 体悟夏洪之意 秋日 举麻雀在手 轻抚麻雀颈备 体悟秋毛脉洞之意 冬日 杂冰磨河中石块 体悟冬石之意 梁老微微一叹 对许阳说道 脉有脉相 但更重脉神 且不可只看教科书断脉 比如树脉主热症 一吸六至 一分钟跳九十到一百次 可若是远超一百 甚至二百 面色晦暗 则又成了亡羊欲绝的大寒之症 持脉主寒症 可若是热急而至上下关格不通 也会出现持脉 伏脉主表症 可若是阳气外散之时 也会出现伏脉 此时再结表 就要出大事了 脉相也是会骗人的 只有你真正懂得如何诊四级平脉 才能学会诊病脉 才能指导病机 不为虚向所困 我曾苦练几个寒鼠 才体悟四级脉意 我父亲才允许我在人身上诊脉 以后诊脉 才能抓住脉相在人身上的瞬息变化 指下显然 心中有数 我这一生 从未误诊 便是由此为凭 许阳也不经心生佩服 一生从未误诊啊 这得多难啊 老马还有尸体之时呢 谁敢说自己从未误诊过啊 许阳虽然谨慎非常 极少误诊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过 误诊有大有小 内经云 善诊者 查色暗脉 先别阴阳 只要阴阳辨别没错 阴病用阳药 阳病用阴药 就算误诊了 顶多就是用药无效 或者见效很慢 但要是阴阳都辨别错误 就像刘景宁一样 两次误诊 都是因为阴病辨证成了阳病 阴病阴质 结果越质越差 梁老接着道 学会诊四级平脉 才算真正踏入脉诊的大门 你现在还在门外呢 开始吧 春日 枕咸脉 话音落下 眼前环境变了 春寒料敲之时 一条大河从许阳面前流淌而过 许阳就站在河边 河中绑着一根绳子 许阳睁开了眼睛 只觉得自己头疼得厉害 这是进入医术练习室的后遗症 回到过去跟诗 反倒还好 毕竟是一天天过日子的 就算回来也不会太难受 而在医术练习室里 这没日没夜的练习 一下子回到现实 真的让许阳的脑袋都快要炸裂开来 许阳靠在床上 缓了好久 发疼的脑袋才渐渐恢复 许阳常常吐出一口气 虽然过程很痛苦 但收获也是很多的 此时的许阳 已经迈入了脉诊的大门 许阳不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纯中医这条路 真是越走越觉得前路宽阔 县中医院 许阳上班坐诊 敲了敲有些疼的脑袋 这是宿醉的后遗症 他隐约还记得自己昨晚还发了酒疯 哎 许阳摇了摇头 神经也很烦躁 最近因为他老师的事情 他也弄得相当心烦和恼怒 许阳重重地呼吸几下 在电脑上按下了叫号按钮 很快 进来了一对中年夫妇 老公还在不停地咳嗽 许阳抬头疑惑地看了看患者 那人老婆有一点口音 他问 医生 你是许医生吧 许阳点点头 我是许医生 俩人这才放心 患者老婆说道 许医生啊 我老公咳嗽好几个月了 一直没治好 你给他看看咯 许阳问 咳嗽几个月了 有痰吗 患者老婆道 咳嗽两个月了 没有痰 就是肝咳 许阳在记录好患者主宿 又简单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道 这样吧 先去查个CT 看看有没有肺部感染 然后再做个血肠规好吧 两夫妇一愣 患者老婆说 这个我们做过了 没查出什么来 许阳皱着眉头 道 再查一次 可能病情有变化 在我们医院看 就要在我们医院里再查一次 这样准确一点 患者老婆疑惑地问 可你不是中医了 许阳眉头皱得更紧了 神情也有了些不耐烦 他道 中医也是要看这个的 不看检查 我怎么给你开药啊 我开的药 你敢吃啊 患者老婆一眼疑惑 可是 上次依依生病了 你不就是把了把脉 开了几服药 依依就好了呀 许阳更疑惑了 什么依依 谁 患者老婆道 就我们邻居的女儿 依依 一岁半壘 当在你们这儿出院时 那个叫线 什么病 患者咳嗽着道 咳咳咳 腺病毒肺炎 患者老婆道 哦 对对对对 腺病毒肺炎 他爸爸妈妈说很严重 差点要进ICU咧 好吓人的 就是吃你的药 几服药就吃好咧 他们都说你很厉害 所以我们才特意来挂你的号 一听这话 徐元鼻子都给气歪了 特么的什么鬼 第75章上门找茶 早啊 可可 许阳来到了诊所 早 许阳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宣传办法 张可立刻眉飞色舞的跟许阳说 什么 许阳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张可黑黑一笑 去大的微信公号给你做个宣传啊 你忘了 之前你的病人李勤和阿诚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等他们一发 咱们也注册个公号 帮大号引引流 以后我们自己发点正经中医养生的知识 嘿 慢慢的不就做起来了吗 许阳赞许道 好想法 我约了他们了 哎 正好来了 张可朝着外面招招手 俩女同志一起进来 早上好 张可 早上好 许医生 早上好 可可 许医生好 许阳看了过去 这俩人他还记得 前几天刚来复诊过 一个叫李勤 一个叫阿诚 一个痛经 一个痛经又难运 许阳也点头微笑 你们好 张可道 他们每周都要出一篇十万家的稿子 面向新时代女性 正好你善知妇人并对不对 我们关爱身体健康 他们关爱心灵健康 绝配啊 李勤笑嘻嘻地对许阳道 许医生 一会儿还要采访你哦 哦 许阳点了点头 又问阿诚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立家来了还疼吗 阿诚回道 这次就不怎么疼了 而且也没之前那么怕冷了 许阳点了点头 行 你过来我再给你诊诊脉 好 阿诚走过来坐好 许阳让阿诚把手放在脉枕上 他伸出三指搭了上去 一上手 许阳顿时就感觉不一样了 手下的脉象仿佛一下子就清晰活跃起来了 以前探测服中陈三后 都要摸索半天 现在他对力量控制特别精准 几书之力的应用非常得心应手 而患者的脉象也像是在跟许阳呼应一般 许阳露出了欣喜之色 果然没有白白锤炼基础 他感觉自己现在的脉枕技术有了飞跃的进步 半晌之后 许阳枕完了阿诚的脉象 他道 不错 好短了很多 要继续吃一段时间 等包工彻底回暖了 受孕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如果不放心的话 也可以让你老公过来看看 好 阿诚的脸有些红 有些不好意思 门外传来吵杂声 那 就是这里了 你们不是要找他看 去呗 哎哟 你这小伙子说话语气这么冲的咯 好了 好了 别吵了 都是看病治病吗 大家平心静气吗 哈哈 平心静气 房内几人都闻声看了出去 门外来了一堆人 屋内几人都是一愣 什么情况 许阳某子也微微一宁 曹德华也在 一群人都跑了进来 曹德华有些尴尬的打着招呼 许医生 哈哈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中医内科的主人中华 许阳有些奇怪 但还是点了点头 打着招呼道 你好 钟主任 中华也在打量许阳 他上下看了看这个年轻人 他也道 你好 许医生 你就是许阳 许元神情不善地问许阳 没错 许阳点了点头 哼 许元轻轻哼了一声 脸上堆满了不语之色 你就是许阳医生啊 患者老婆又问许阳 许阳都有些无奈了 他道 是 我都回答三回了 是你治好的依依的吧 患者老婆又不放心地问 许阳回道 对 怎么了 依依的病情有变化吗 患者老婆嘴巴立刻跟开了机关枪一样 不是不是 是我老公 他病了 一直渴走呢 我们听说你治好了依依 就特意去中医院挂你的号 我说要挂中医科许阳医生的号 他们给我挂了许元医生的 哦哟 还说我们弄错了的 还要跟我们吵架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医生 哎哟 真当是吃不消 许元立刻反驳道 我怎么就不讲理 他本来也就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啊 好了 还没吵够吗 中华主任呵斥一声 许元这才不敢开口 患者老婆上下撇了许元好几下 不满道 还是你们主任讲道理 你们这些小年轻啊 一个个脾气都这么重 一点医德都不讲的了 我 许元给气坏了 中华扭头又瞪了许元一眼 许元没敢再吵 只是愤愤地把头扭到一边去 中华对许阳淡淡说道 许医生 就闻大名了 倒是一直没能见面 之前来我们医院会诊 出了不少例 也没能见面表示一下谢意 许阳道 客气了 中华也没多少热情之色 就是淡淡的发问 不知道许医生失诚和人啊 许阳回道 不方便说 或 中华见许阳这么不给面子 他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 这次患者找错了医院 来我们这儿之后非说要找你治病 我们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 也就跟过来一起看看 希望不冒昧吧 许阳 这才把注意力放在 时不时咳嗽几声的患者身上 他道 看病的话 那边挂号 我去挂号 患者老婆应了一声 就去挂号了 这时候 曹德华站在门口对着许阳勾了勾手 许阳一证 曹德华又赶紧对许阳勾了勾手 许阳这才走过去 他问 怎么了 曹德华对许阳小声道 许医生 这次可来者不善啊 我告诉你 这个病人的病情不简单 他们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治好 中医西医都看了不少 许阳则是有些迷惑 不是 关键你们医院搞这么大阵仗干嘛 连主任都来我这儿 曹德华没好气地瞥了许阳一眼 他小声道 还不是因为你把老刘给说走了 我们中医科现在好多人对你不满呢 你又说中医不好你知道得罪多少人吗 那年轻小子叫徐元就是老刘的徒弟 之前病人挂错了号 他们发生口角就吵起来了 把他们主任都引过来了 老中看了看病人之前的诊治记录 又给病人诊断了一下 就让他们来你这里了 老中也跟过来了 我一看不放心我也来了 我告诉你 这病人铁定是疑难杂症 老中这是存着来考你的心思 他想看看你凭什么能把给老刘忽悠走 不是 劝走劝走 你千万别小看了老中 老中的中医水平在我们医院里是最好的 他既然亲自过来了 那肯定是个大难题 你可别大意了 是不准的话 就赶紧糊弄过去 省得丢了面子和名声 许阳叹了一声 有些无奈 怎么不知不觉又把人给得罪了 许阳走了回去 曹德华也走了回去 曹德华走到中华身边站好 阵言还是要分清楚 中华瞥了他一眼 淡淡问道 交代清楚了 曹德华有些尴尬 大家都是朋友嘛 没必要这样对不对 中华淡淡反问道 我也没怎么样 我怎么样了吗 曹德华被噎了一下 得 没怎样 没怎样 患者挂完号了 走过来坐许阳身边 其他人也看出来情况不对 有些面面相去 感觉现场气氛都变压抑了 而张可则是指了指那边 小声地对李晴道 看 这就是素材 哦 李晴顿时两眼放光 小心地举起了手机 偷拍了起来 许阳开始询问患者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患者刚想说话 就觉得猴头一阵痒 咳咳咳 咳咳咳咳 一阵干咳之后 患者这才缓过期来 患者老婆帮他说道 没别的毛病 就一直干咳 好不了 医院也去查过 也没别的不舒服 就这咳嗽老实之不好 中医西医看了好些呢 这查那查的 检查了不少钱 我们室里的大医院 还有老中医都去看过 都没治好 说完 患者老婆抽了一张餐巾纸出来 患者接过来擦了擦壳出来的眼泪 患者老婆把餐巾纸放回去 然后从包里拿出来一大踏纸 这都是之前吃的药 还有做的检查 许阳接过之前的诊疗记录一看 眉头顿时一皱 咦 一看许阳这表情 曹德华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 而中华则是双手盘在了一起 露出了果然不出所料的表情 第七十六章 无证可辨 曹德华小声问中华 老中 患者什么情况 中华淡淡地回道 我怎么知道 曹德华不乐意道 不是 我说 你连我都瞒着啊 前面你怕我漏地给他 那我可以理解 这会儿许医生都上手了 你还不肯跟我说啊 中华撇他一眼 道 我是真不知道 啊 曹德华吃了一惊 连你都不知道啊 中华眉头皱得很紧 他小声道 我是不准 曹德华惊恶道 我靠 老中你这不坑人吗 你都不知道你让许医生来 你好意思这么为难人家吗 人家才毕业多久啊 中华却道 他不是冲大个儿吗 还把刘景宁斥责了好几次 但我不知道吗 骂我的人 还把我的人给忽悠走了 当老子你捏的啊 中华虽然语气平淡 但话中藏着的怒气却很显而易见 曹德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知道他们中医院有些人对许阳有意见 但没想到中华的怒气居然这么大 中华道 我正愁没机会呢 结果正好来了个疑难杂症 还指明道性要找这小子 我再不过来看看 那就真说不过去了 曹德华一时间哑口无言 同时也一颗心悬了起来 完了 这次弄不好许阳就要出大丑了 前几次许阳虽然显得很厉害 连市里的刘延发专家都压不住他 但那几次都有特殊情况 刘延发是因为疏忽大意 辨证错误 误诊了 所以没开对方子 而许阳是因为细心才诊断对了 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医术就一定能强过刘延发 别看中医院那几个病人 许阳也全给他们治好了 可是究其原因也全都是误诊了 许阳比他们都要谨慎小心 诚然 曹德华并不怀疑许阳的医术 但究竟许阳还年轻啊 他还不一定有刘延发厉害呢 就更别说比得过他们中医院医术最好的中华主任了 更何况 这个病人 连中华自己都判断不准呢 妥妥的疑难杂症啊 完了 许阳这次真要出丑了 医生治不好病 其实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应该来说还挺多的 有太多的病是目前的医学无法治愈的 找不到病因的疾病也很多 至于这位大哥 都找了那么多医生看了 两个月都没好 这就是铁定的疑难杂症啊 许阳治不好 其实也是应有之意 放在原来大家也都能理解 可现在不一样了呀 曹德华只希望许阳会忽悠 能让他自己少丢些脸面 许阳在看了看患者的诊治记录之后 他也有些疑惑 患者之前没少找医生看啊 各种药也都是了 但是都没效 许阳看了几眼之后 把诊治记录放好 抬头问患者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患者这会儿不咳了 没有 就是一直干咳 嗓子一痒就开始咳嗽 实在是受不了 许阳又开始询问别的情况 患者耳边正常 也没有无寒发热等情况 咳嗽也没有明显的时间段的区别 就是一天咳到晚 许阳的眉头稍稍凝重了一些 患者的症状很不明显啊 就单单只是一个咳嗽啊 曹德华的神色更担忧了 而许阳这个小年轻则是横竖看许阳不顺眼 一直斜视着许阳 反倒是张可一脸淡定 就没比他更淡定的 李晴一边偷拍还一边小心问张可 哎 你说许医生能搞定吗 张可淡定的说道 放心吧 许大神从不翻车 张可对许阳有着密之自信 问诊问不出什么来 许阳看了看对方的脸 患者脸色晦暗 他道 来 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患者吐舌 许阳仔细看了看 发现舌相上也没有透露出什么信息 这是朱正不明啊 许阳的眉头醋了醋 中华则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 他也给患者诊治过 他也诊不出什么来 所以他不相信许阳能诊出什么来 所以他才会跟过来 他就是想看许阳出丑 中医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 叫做 咳嗽者狼中之对头 在西医看来 引起咳嗽的 基本上都是呼吸道上出现了问题 但是在中医看来 五脏六腑皆可令人咳嗽 六淫外邪 风 寒 鼠 湿 灶 火也皆可令人咳嗽 引起咳嗽的原因太多了 所以辨证起来相当不容易的 尤其这个患者基本上属于无症可变的那种 果然不简单啊 若是无症可变 为平脉用药 许阳缓缓吐出来一口气 把手拿过来 我给你枕枕脉 患者伸手 许阳缓缓吐出来一口气 把心平静下来 伸手按脉 脉疹就是冲破重重迷雾的一把利刃 外在的症状有时候会骗人 有时候他根本不会说话 而唯一能探测到真实病机的就是脉疹 许阳在患者手腕寸口脉处 用着脉疹的手法不停探测 同时根据之前学习的男经理呼吸静脉法 一呼一吸 脉进六寸 判断脉形之处 许阳相信有猪内而必行猪外 只要是体内有病的 必然会在外表表现出来 而许阳就是要通过外表去抓住最内在的核心 三叔之力 皮毛之间 枕肺部 六叔之力 血脉之间 枕心部 许阳非常仔细地枕着脉象 既然五脏六腑界有可能使人咳嗽 那他就要把五脏六腑浑身经脉都诊断到 何处有病 脉象在那处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许阳一上手就枕了十来分钟 旁边人都等急了 徐元昼眉看了看许阳 问道 主任 他怎么这么久啊 他不会是在想法子糊弄吧 中华也皱了皱眉 他现在又吃不准了 不是吃不准患者 而是吃不准许阳 他也觉得许阳是在拖时间 可是看着许阳诊脉那认真投入的模样 又不像是假的 中华之前 只在那些很牛的中医临床高手身上 才见过这么长时间的脉诊 通常大家都是几分钟就完事了 其实中医的脉诊 是越精通的人诊脉时间越长 诊脉之时越投入越认真 只有那种不会卖诊的中医 才会整个三五分钟时间 一边还跟患者聊个半天 中华心中生疑 曹德华则是有些错愕 难不成许阳想用脱自觉 可这管用吗 又过了十来分钟 都快半个小时了 徐元抓耳挠腮 都待不住了 要不是主任站在这儿 他都想问许阳在搞什么鬼了 曹德华也等得嘴巴都干了 张可还好心地给他送了杯水 就他有这个待遇其他人都没有 曹德华接过水 还觉得好尴尬 自己是喝还是不喝啊 终于诊完了双手脉 许阳吐出来一口气 患者见终于好了 他也累得够呛 咳咳咳 医生怎么样 患者老婆也问 哦哟 许医生我刚刚都不敢打扰你呢 你这把脉把得好久了 肯定很认真的对不对 徐元翻了个白眼 时间长就是认真了吗 患者老婆称赞许阳道 许医生就是认真 难怪可以治好医医 你跟那些医院里年轻医生就是不一样 你有医德多了 徐元差点没吐血 特么的怎么还找他查呢 许阳道 没什么大碍 这样吧 我给你开个方子 你回去喝喝看 应该会有些效果的 喝完之后 你再过来复诊一下好不好 患者还没说话呢 中华就道 许医生 不说说患者病在何处吗 曹德华叹了一口气 得 他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消停 第77章 谁对我 我夸谁 许阳文言想了一想 他道 我们探讨探讨也好 患者也能更放心些 患者夫妇都赶紧点头 那就请刺交吧 中华淡淡说道 许阳道 患者仅有咳嗽医症 其余诸症皆不明 已无症可变 所以我尊前人经验 唯凭脉辩证 经脉诊之后辩证患者为水寒设废 许阳话还没说完呢 徐元就忍不住打断道 水寒设废 中华也皱起了眉 许阳话被打断了 他也微微一致 没错 徐元痴笑一声 水寒设废不都是咳痰清晰 喘息凶满 甚至喘息不得平握 患者分明是肝咳无痰啊 哪来的水寒设废啊 如果水寒设废 咳他哪儿去了 患者老婆一脸难闷地问 咳嗽还能把这个寒气咳出来了 徐元道 咳嗽呢 是人体的自我保护 他见你身体里面有病了 就赶紧咳出病血保护身体 水寒设废呢 一般都是体内一直有痰瘾或者水肿的人 突感含邪 含邪引动水邪 含水伤膩 导致肺位失轩 人体就赶紧咳嗽 想把水气和寒气都咳出来 那就健康了 所以水寒设废的病人一般都是有痰的 而且还是清晰的 可能还会有泡沫 而且一般口不渴 舌苔白润 哦 患者夫妇听懂了 他们又看向许阳 想听听许阳怎么说 许阳则是对着徐元点点头 称赞道 知识点掌握得不错 徐元发了个白眼 美好气道 我用你夸我 许阳也不在意 又道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咳出水气来 屋内几人都是一愣 曹德华提醒道 许医生 你 是不是说太快说差了 徐元则立刻道 屁 他就是不懂 他不仅不懂 而且耳朵还不好 人家病人说了半天干渴无痰 他听不见啊 许阳则道 我看是你看不见吧 患者每次咳嗽之后 都有一个小动作 你没注意到吗 啊 徐元顿时一愣 曹德华和中华也是一症 连患者自己都有点猛 我做什么动作了 患者老婆道 还能什么动作咯 我每次都给你张餐巾纸擦擦眼泪的 我现在出门都必须要带纸泪 患者这才想起来 哦 对对对 可是咳嗽咳出眼泪来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说明我咳得厉害呀 他是觉得正常了 但是在这些中医人耳朵里面 听起来就没那么寻常了 所有人立刻都扭头看向患者 患者吓一跳 这一下他又觉得喉咙痒得不行 立刻又咳嗽起来了 咳咳咳 咳咳咳 患者老婆熟练地从包里抽了一张餐巾纸出来 他现在都把大包餐巾纸塞包里了 抽着方便量大还便宜 患者接过餐巾纸擦眼泪 这一下子所有人都看见了 中华拉住了患者的手 他观察了一下患者的眼泪和患者的眼睛 眉头皱紧了几分 他松开患者问许阳 若是水寒设废 咳嗽自然是可能把水寒以眼泪和鼻涕咳出 但嘴里的痰肯定是大头 为何他干咳无痰 许阳点点头又称赞道 真不愧是主任 一句话就点到了重点 中华也一脸别扭 他也想学习原来一句我疼用你夸我 但是出于主任的风度 他没说出来 但是中华的心里是真别扭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被人夸奖也是这么别扭的一件事 什么玩意儿吗 真的是 曹德华也有些哭笑不得 他对许阳这破习惯也很是无语 人家上门来找茬 你跟人家吵架翻脸 甚至打架 他都能理解 因为这是正常的吗 可是你夸什么玩意儿呢 这什么路数啊 曹德华又想起了上次他来找茬 许阳也是一边夸他 一边批评他 还一边指导他 难道是PUA 曹德华怂然一惊 看许阳的眼神都不对了 难道这小子要对老中用PUA 我去 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曹德华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中华压下心中的别扭 道 你说你的 别扯开话题 许阳微微一笑 道 为什么没从口出 那是因为肺有欲热 此时感受寒邪 风寒树肺 也就是俗话说的寒包住了热 寒热欲饿 肺中的痰影就无法出来了 反而旁出做眼泪或鼻涕 几人都是一症 徐元胡一道 这也 太牵强了吧 许阳则是问中华 听说中主任之前也诊过了 要不一起探讨探讨 中华微微一正 曹德华则是小心地看中华一眼 老中可没瞧出病机所在呢 中华神色不变 淡淡地说 我不是患者的主治医生 来 小徐说说你的看法 曹德华眼神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我去战术转移啊 徐元也是一愣 他不会啊 但是主任点他明了 他总不能直接说自己不会吧 尤其大仇人许阳就在眼前呢 他可不能走 徐元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 他道 嗯 患者肝咳咳无痰 多半属于噪咳 而伤于噪者 则造一如之 用温润如氧 滋阴润的治疗方式应该是没有大错的 错了 徐元说了一声 啊 徐元一愣 徐元指了指那一打诊治记录 他道 你没看前一的诊治 用的也多是滋阴润造的药 根本无效 啊 徐元脸一下子就红了 他还真没看前面光顾着吵架了 患者老婆立刻满脸不高兴了 哦哟 我就说这种年轻医生不负责任的了 这都不好好看的 就知道让我们做检查 让我们多花钱了 徐元脸红得更厉害了 他真变道 那 那也有可能是方子或者用药的剂量 出现了问题 这话徐元说的自己都心虚 如果辩证对了 方子基本不会有大错的 剂量上错一点 也不至于一点效果都没有 但是患者服用后却根本无效 甚至咳得更厉害 中华帮徐元解围 他沉声道 许医生 还是说说你的依据吧 许阳道 其实前面就想说清楚了 只是我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一听这话 徐元气得更猛了 合着是我自己坑自己呗 中华面无表情道 许医生就请赐教吧 许阳道 我之前已经说了 患者无症可变 我是平脉辩证的 脉相 中华皱了眉 他也给患者诊过脉 但是没诊出什么来 许阳点了点头 道 对 关键这患者的脉相也是极其难明 一片平和之脉 唯独在其右寸之上 有病脉 中华也微微汗手 这一点他也察觉到了 他究竟是县中医院医术第一人 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只是他在右寸上也没有诊明白 所以他才吃不准 许阳接着道 患者右寸的脉相为伏大华术 稍挤 这话一出 不懂中医一脸茫然 懂中医的人都听猛了 寸口脉上一共有三步 分别是寸观尺 右寸指的是右手寸步 就这一个部位 只能容纳下一根手指 而许阳 居然在这一个部位上诊断出了五种脉相 你特么扯了吧 中华都呆了 曹德华则是开始怀疑起来 这是忽悠还是PUA 第78章小青龙汤 徐元惊恶道 五种脉相 许阳点点头 没错 假的吧 你胡说的吧 徐元一脸不信 要是说许阳能诊出病脉来 那他是信的 但是再又寸一步诊出五种脉相 这也太扯了吧 中华则是有些惊疑 他又想到刚才许阳那认真诊脉的模样 难道这小子是个卖诊高手 不可能啊 这么年轻的卖诊高手 其他非专业人士听得一脸猛 李晴扭头问张可 这技能很厉害吗 张可反正吹牛不嫌事儿大 他道 夜内顶尖 牛逼plus 赶紧拍 这都是最好的素材 李晴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然后继续小心偷拍 许阳内心也有些庆幸 得亏是被阳老狠狠锤炼了一番 要是没有这番基础打下去 放在昨天 他都会只下一片茫然 这患者又没有别的症状 心中肯定也是彻底糊涂 之前这患者去了那么多医院 找了那么多专家都没能治好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病症的确很难辨证 许阳点了点头 没错 我就是以此为平 右翠稍紧 加之可则累出 固执风寒数费 卖大 则说明有废货 卖华 有痰也 加之干咳无痰 因此可判断含苞火 痰出不来 所以形成巨壳 卖浮烧数 加之咽喉有氧 又有烧许风热之症 几个中医都听了一呆 若是真的按照许阳所说 那患者的辩证就明明白白了 可他说的是准的吗 许阳顿了一顿 又对徐元指点道 像你刚刚说的灶壳 也是要分温凉的 伤于温造者 其卖壁浮数 先有头疼发热 干咳无痰或者痰少而黏 舌红抬薄白 可以用丧性糖之类的药治疗 徐元听的一证 而中华则是把眉头皱了起来 他之前的诊断结果也是温造 因为他诊出来的脉象就是浮数 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吻合 但就是因为他看了患者之前的诊治记录 他发现之前的医生开的就是丧性糖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中华就吃不准了 许阳接着道 而伤于粮造者 其卖浮衔 要可用性酥散之类的 但是要知道 并不是干咳就一定是造咳了 要辩证论治 不可太过教条主义 记住了吗 徐元一脸别扭和尴尬 记得鬼啊 曹德华听的眼中放光 来了来了 多熟悉的一句记住了吗 我靠 又是先打压后直倒 果然是POA啊 中华也有些惊疑不定 他道 那许医生开方子吧 许阳点点头 好 当以小青龙汤家位 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 怎么能治干渴无痰呢 徐元又忍不住质疑了 曹德华则是一脸无语 这货怎么这么不长记性了 还在质疑许阳 你弄得过这个POA大王 许阳叹一声 刚刚不是跟你说了 让你不要教条主义 你又教条了 曹德华一贪手 看吧 果然又开始打压了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打压完了之后 马上就是安抚了 虚人的脸色更不好看了 许阳又道 小青龙汤的方证为 伤寒表不解 心下有水气 干藕 发热而渴 或温 或利 或烟 或小便不利 少富满 或传者 小青龙汤 的确没血干渴无痰 但是你要知道 小青龙汤是从大青龙汤里演化出来的 均属太阳病 太阳中风 脉肤 发热乌寒 身疼痛 不汗出而烦躁者 大青龙汤 主之 患者的脉象有肤紧啊 而且是在幼寸 我前面跟你说半天了 含包住了火 而且我最开始就说了是水寒涉费 治疗水寒涉费方计是什么 小青龙汤啊 徐元脸色更难看 曹德华摇摇头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许阳开始开方子 他道 既然肺有预热之相 就加生石膏和桑白皮 一以清肺为之火 且石膏为新 又能透鞋外出 一以泄肺中预热之水 使从小便而走 再加厚谱 杏仁 后谱能降脾胃之气 此气一降 废气也随之而降 气降则谈销 杏仁开降废气最速 废主一身之气 废气一降 则诸气莫不随之而降 许阳又对徐元道 虽然商寒论曰 传家作 贵之汤家后谱 杏子家 但我们在用的时候 这两种也并非只有 谈喘可用 咳嗽也是废气上腻 所以也是可以降气行谈的 要会活用 徐元则是扭开了脸 你跟我说个什么劲 你看我想理你吗 许阳教他越多 他越觉得尴尬 因为这样显得他自己好蠢 许阳又道 在家紫碗 款东话 这二者是指壳话坛的药药 相须为左 以求塑像 说完之后 许阳一样样开好了方子 对张可喊道 可可 抓药 好嘞 张可兴奋地应了一声 开心地去抓药了 中华精益地看着许阳 前面的脉诊 他还摸不清真假 不知道许阳是不是真厉害 但许阳后来解释伤寒问 倒是让他吃了一惊 年纪轻轻能吃透经典到如此程度 不简单啊 中华看了看许阳 他问道 许医生 你这个药要吃多少才能见效 许阳道 对症的话 一两剂应该就能看出效果来了 中华微微汗手 这么快呀 患者老婆也很惊讶 不是说中医要调离很久的吗 许阳吃笑一声 回道 中医是治病的 治病 当然要笑如福谷 力气沉磕 此言一出 站着的那三个中医全部一阵 世人都觉得中医是调养身体的 已经治不了病 多久了 已经多久没有人说出这么硬气的话了 啊 患者老婆也是一愣 啊 是是是是 三个中医也没走 大家也想看看具体的疗效 半晌后 张可端了要过来 患者服了药 一群人在观察 又过了好半晌 患者抚摸着胸口 哎 我喉咙不痒哎 患者老婆惊喜道 哎呀 你喝药之后到现在都没渴过哎 中华等人心里又是咯噔一下 难道又是一记而遇 事实证明 许阳的诊断和用药都是对的 因为疗效就是最好的证据 患者老婆惊喜的对许阳道 哎呀 许医生你太厉害了 哎呀 那么多专家都治不好 早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找你好了呀 花了那么多钱 找了那么多人 跑了那么多趟 他又开始喋喋不休了 许阳的脸色难看极了 他本来是打算来找许阳算账的 本来是想看对方出丑的 结果对方没出丑 自己倒是出了丑 许阳也没脸再呆了 转身就要出门 哎 你等一下 许阳叫住了他 众人都看着许阳 那喋喋不休的患者老婆也停了下来 许阳停下了脚步 但却没转过来 他问 怎么 许医生还想羞辱我吗 许阳叹了一声 我是想告诉你 你师父不是被我骗走或者逼走的 是他自己决定的 现在有多少医生在揣着明白装着糊涂 谁也不舍得放弃自己既有的利益和名声 而你师父不一样 他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我从心底里敬重他 许阳有些不敢置信地回过头 他没想到许阳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华看了看许阳 又看了看患者 又看着门外远方 心中升起了自愧不如 他也长叹了一声 爱 第79章 急性胆囊言 晚上 许阳回到了自己家里 想吃晚饭 可是做了饭 却又不想吃了 不吃又饿 要吃又没胃口 想坐在沙发上看霍尔电视 却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去洗了个澡 出来还是浑身不得劲 感觉很不自在 一闭上眼镜 眼前浮现的就是许阳的模样 许阳头都疼了 他上一次这么迷的时候 还在高中情窦初开 暗恋同班女生的时候 真是闭上眼镜都是人家啊 可是现在自己都一把年纪了 再说许阳也是个男的呀 什么鬼 许阳使劲摇了摇脑袋 抱着手机犹豫了好久 才决定给去了BJ的刘景明老师 打一个电话 中华也回到了自己家 晚饭吃完 他坐在椅子上 看了一会儿医学杂志 等他老婆把碗筷 都收拾好出来的时候 他说 秋阳 我给你整个脉吧 中华老婆正抱着果盆呢 他有些奇怪问 为什么突然给我整脉 中华把手上的医学杂志放下 微笑着说 今天见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医生 来嘛 给你整整脉 哦 中华老婆走过去 伸出手来 中华伸出三指搭上去 皱着眉头 神情凝重 细细整着 他也足足整了半个小时 他老婆都呆得无聊死了 剑终于好了 他问 怎么样了 整出什么来了 中华皱着眉 有些困惑的摇摇头 没什么 给我洗点葡萄去 他老婆美好气道 神经病 没什么还诊这么久 做得我腰酸背痛 许阳也回了自己家 他翻了一会儿医书 又看了看窗外 轻轻念了一声 BJ 刘景宁抛下现有的名利 只身北上追寻中医真理的果敢 还是很让他触动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BJ 许阳又喃喃一声 眼前又浮现出了那些 年在BJ行医的日子 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 夜深了 李晴在努力赶稿子 阿诚和他老公在努力造人 一日 上班 李晴熬了一个大夜 有些困倦 不停地打着哈欠 阿诚问 你不会赶了一晚上的稿子吧 李晴回道 对啊 你也觉得要稿子要得那么急 我能怎么办啊 不过 阿诚我写了一个超棒的稿子 是吗 阿诚问 我给你看看 李晴把稿子发到阿诚的电脑里面 阿诚看完之后 也称赞道 是不错 有趣性和故事性都很好 而且还结合了这么多女性养生的知识 我看完之后都感触很多呢 是吧 李晴笑得很开心 阿诚问 你把稿子发给灭绝看了吗 李晴回道 发了呀 李晴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李晴的话音刚落 灭绝就喊了他 李晴顿时面露喜色 哎 别是要夸我吧 阿诚也道 很有可能哦 李晴立刻眉飞色舞了起来 看来要不了多久我就要升职加薪了呀 李晴赶紧整理整理自己的衣领 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迈着欢快的小步伐 登登登走进了灭绝的办公室 你是猪吗 李晴一时兴奋 没把门关紧 灭绝的咆哮声立刻从里面传了出来 外面的阿诚脸色顿时一将 什么狗皮中医 你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们面向的是现代女性 你搞这些破玩意儿干什么 别跟我提什么治不治病 养不养生 传不传统 你要喜欢传统 可以弄一些别的东西 说说张云雷的八卦不好吗 弄什么中医啊 还什么什么医院里的专家上门质疑 结果被打脸 这什么烂剧情 什么装逼打脸 你当你是在写网络小说啊 我告诉你 中医都是骗子 你要是误导了我们的读者 谁来负这个责任 开明星堂 你是不是私下受人家好处了 阿诚外面听得心惊肉跳 往常就算不过高 灭绝也不会骂人骂得这么凶 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一碰到中医 灭绝就这么疯啊 阿诚一脸兴兴然 李晴这回是真撞枪口上了 中医院 中华给自己泡了一杯茶 在办公室里还没坐稳呢 就见徐元快步走了进来 堵堵堵 徐元敲了敲门 不等中华说话 就直接进来 他道 主任 那个急性胆囊炎的患者 用了大柴壶汤 效果一般 中华眉头深深皱起 他把茶杯放下 问 患者还是不肯接受手术吗 徐元摇了摇头 中华缓缓叹了一口气 道 通知患者家属了吗 徐元回道 通知了 患者家属两个小时候会过来 但是外科其主任的意思是 希望我们中医一起过去 一起劝劝老人 好 中华点头应下 灭绝收拾了东西 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虽然说灭绝外号叫灭绝 但是长得可不跟电视里的那个灭绝事态一样 这位灭绝经理可是非常的美艳 一双修长的腿下踩着细高跟 左手跨着包 右手拿着手机 走起路来又快又急 颇有几分职场女强人的气息 灭绝姓何 简称何灭绝 何灭绝在经过李晴公位时都没停下来 甚至连看都没看李晴 就是一边走 一边甩下一句 明天上班前把新稿子给我 李晴丧着脸 差点没哭出来 何灭绝出了门 开上车一路到了中医院 把车子停好 去到了他爸爸住院的那个病房 外科齐主任让人通知了中华 中华也叫上徐元一起过去了 病房里 病床上躺着一个老人 一只手挂着针 另外一只手捂着肚子 脸上做出痛苦状 美艳的何灭绝就站在老人身边 沉着脸一言不发 你是患者家属吧 门口传来声音 何灭绝回头看去 一群医生走了进来 打头的就是齐主任 齐主任也没废话 就赶紧到 跟你简单说一下 患者是急性胆囊炎 按照我们的意见呢 是立刻做手术 但是患者不同意 坚持要用中医治疗 我们遵照患者的意见 已经用了中医治疗 但是没什么效果 我们也采用了抗生素等保守治疗手段 也没什么效果 所以最好赶紧手术 再拖下去 万一胆囊坏局穿口 导致弥漫性腹膜炎 那可就严重了 急性胆囊炎只是个小病 别拖成了重症 何灭绝淡淡说道 我没意见 赶紧手术 我不手术 病床上的老人低声地吼了起来 何灭绝扭头看着病床上老人 冷淡地问道 那你想怎么样 等死吗 床上老人扭过头 忍着痛 说我死也不用你管 喝 何灭绝轻轻一哼 不看老人 就对其主任道 就手术吧 我是他女儿 我来签字 老人却倔强地吼道 我就不手术 有本事就打死我 我就用中医治 我就信中医 愚蠢 何灭绝冷冷呵斥 其主任看了看中华 用眼神示意一下 中华也出声道 何先生 我是中医内科的主任中华 我们已经用了中药 但是效果不佳 就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也不建议再用保守治疗 胆囊炎只是个小病 放心吧 手术风险很小的 老人忍着痛 难受地说 我不管 我就不手术 我就吃中药 何灭绝顿时怒不可饿 你有病吗 中医能治病吗 你就是信中医才把自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是信中医才把我们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中医都是骗子骗子一天到晚中医中医 你看看你自己被搞的人不忍鬼不鬼的 你这是疾腹症 必须手术 听我的 老人扭过脸去 大口喘得粗气 但却一言不发 中华和徐元听了这话脸色顿时一尘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徐元立刻不满道 我说错了吗 何灭绝转身盯着徐元 脸上一片冷意 如果你想证明我错了 那你就用你的中医治好这个脑子进水的中医谜 你 徐元大怒 中华拦住了徐元 这是病房 别吵 齐主任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他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他也没兴趣再多呆了 就到 你们赶紧商量一下 早点签字 早点手术 说完 齐主任走了 中华也带着徐元走了 徐元走前还愤愤地看了和灭绝一眼 第八十章 请许杨会诊 出来之后 齐主任满怀歉意地说 老钟 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 中华笑了笑 没事 这也不关你的事 齐主任道 嗨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帮忙会诊的 这样 晚上我请你吃饭 中华却道 不用客气了 晚上我还得回家 那行吧 齐主任点了点头 那 那我去那边了 好 中华也道 其实在医院里 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错 基本不会出现剑拔弩张的状态 中西医关系最紧张的地方在哪呢 网上 现实中其实不常见中医黑的 而网上则是中医黑扎堆的地方 那些网络医学家太厉害了 其实仔细甄别就会发现 网上绝大多数的中医黑 都是既不懂西医 也不懂中医的人 你问他知不知道中医 他顶多知道板蓝根 知道中医华陀 没了 问他懂不懂西医 他顶多也就能跟你说出个中院事来 但也就是这帮人黑的最起劲 除了这帮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 剩下的就是搞理论的那帮人 理论研究的越多 他就越不信中医 也就黑的越多 但是你到一线临床上来看 其实中西医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而且越是临床大家 越不敢轻视中医 因为他们是真正见过中医疗效的人 当年03年抗飞的时候 岭南医派就打出了中医的威风 中医只要早介入治疗 轻症多数能愈 重症也能控制不恶化 极大降低了死亡率 当初中院士的呼吸病研究所收治了88个病人 死亡了10例 前期中医没上 后期有中医介入了71例 只死亡了1例 这是有研究报告的 名字叫71例SARS 患者中医要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 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看 论文报告的作者 最后一个也数上了中院士的名字 当年岭南医派的领导人就是邓铁涛老中医 邓劳也在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73个病人 坚持以中医为主体治疗 全部治愈出院 而且实现了患者零死亡 零转院 医务人员零感染 追踪十来年后证明零后遗症 这是抗非史上四个零的奇迹 非典虽说是首发于广东的 但是广东的非典病人死亡率却是世界最低 广东3.8% 广州3.6% 中国大陆平均7% 与广东一水之隔的香港则是17% 世界平均是11% 那一仗 岭南医派打得太漂亮了 完全像是人展现了中医的疗效 再后来疾病传到BJ去 京城医派的人疾疯了 因为他们不允许中医介入治疗 BJ中医介入得很晚 爱 所以啊 只要是见过中医疗效的人 都不会是中医黑的 而且越是临床大家 越是不敢轻视中医 也是在那一仗之后 种种不利于中医的政策开始取消了 比如 原先要求必须要有正规中医院校学习背景的 中医才有资格考中医行医资格证 那些家传中医 还有民间中医就都成无证行医了 后来就改成了 却有特长者 在两名中医推荐下即可参加考试 还有民间的中医诊所 原先规定面积不得小于300平 注册资金也相当不菲 后来也改掉了 不一一列举了 也是有那次抗菲打底 所以这次疫情 中医介入的就很早 岭南医派的德书就任中医组的副组长 大年三十晚上逆行北上 参与一线治疗 一直抗疫到最后 为了艰苦抗疫 德书一路受到了101斤 都受脱象了 也不敢跟家里说 他当年也不幸罹患非典 幸好治愈了也没留下后遗症 只是邓老在19年年初便已辞世 享年104岁 没能见到这次疫情爆发 不然邓老肯定也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每一次大灾大疫面前 中医人从未退缩过 只是 民众对中医的恶意也从未减少过 办公室里 徐元也是一肚子火气 这人也太过分了吧 又不管我们的事 我们好心好意的 这又不是我们的病人 我们是去帮忙会诊的啊 徐元在喋喋不休 而中华则是望着窗外 有些愣神 如果是他 他会怎么治 中华在这一刻突然想到了许阳 不得不承认 这个医生虽然年轻 但医术却出奇的厉害 他在中医院治的这几个病人 都是一记下去力气成科 中华昨日也去验证过 他自己都看不准的病人 在许阳手上竟然也是一记儿遇 虽然不是太想承认 但恐怕这个年轻医生的医术 已经超过自己了 他会怎么治呢 中华又轻轻念了一声 有些东西不能想 一想就脑子就停不下来了 徐元还在那儿说 对吧 主任 那女人真是狗咬吕洞兵啊 我们好心好意去给她爸爸治病 她还要骂我们不行 中医怎么就不能治病了 怎么就不行了 真的是 太不讲理了 这个女人 太过分了 还让我治 我真的是 我 中华慢慢把头转过来 她现在满心都是许阳的影子 她问 你说 如果是她 她会怎么治 谁 徐元一愣 中华道 就我们昨天见过的明星唐许阳医生 徐元神色微微一致 这 我 也不知道 不过这种疾腹症都是西医做手术 也轮不到我们中医治 许医生 应该也没治过吧 中华却道 可现在患者不是不肯手术 只肯用中医吗 徐元也没回话 就是脸上有些尴尬 中华仔细想了一想 站了起来 走 找曹德华去 啊 为什么是曹主任 徐元一愣 明星唐内 张可放下手机 大声叹了一声 哎 完肚子了 徐元问 怎么了 张可悲催道 稿子被毙了 完了 他们老大是个中医黑 李晴今天都被骂了一顿了 这条路走不通了 好吧 徐元也无奈摇摇头 他现在就缺一个大宣传了 再来一个 系统的缓冲时间就能消掉了 他就能再去跟施了 但是现在看来 还要另外想办法了 张可宽慰道 没事 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 徐元也点了点头 滴滴滴滴 徐元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了起来之后 神色微微一变 好 我马上来 张可问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徐元忙站起来收拾东西 中医院那边有个急症病人 邀我一起去看看 张可脸顿时一垮 那你不是又不能上班了 徐元不好意思地说道 抱歉了 急症要紧 哎 张可知道自己不可能劝助许阳的 能被劝住的也就不是许阳了 他只能抢教道 没事 救人要紧 钱赚不赚无所谓的 不好意思了 这样吧 你扣我两天工资吧 许阳跟张可道歉之后 拿着东西就赶紧出门了 哎 张可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看着缩在角落里的宋强 宋强一听许阳又要出去 他就知道自己要完蛋了 此时的宋强 卑微 弱小又无助 张可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 他非常和气地说 强哥 今天疗养项目一律六折优惠呗 哦 宋强差点没哭出来